老保普通商病给付 申请交战 YES 因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发展 放宽了让确诊者也可以申请老保普通商病给付 想知道更多 外边在防疫懒人包 确诊、居隔、请假及申请不住的攻略中 都有详细说明哦 这一集我们要一步一步来教大家 如何申请老保普通商病给付 首先身份确认 确诊者才可以申请 而且我们这一集的教学是针对个人染疫 而不是因公染疫的对象 文件请准备三种 1. 伤病给付申请书 2. 伤病诊断书 3. 存责封面影本 文件1. 伤病给付申请书 首先先搜寻老把普通伤病给付 或者是点选画面右上角的资讯卡也可以哦 到劳动部网站下载勞工保险伤病给付申请书及给付收据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准备填写了 第一个部分被保险人的资料 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 就是填入你的个人资料 底下还有两个选项可以自己选择 第二部分保险事故 伤病类别请勾普通疾病 而伤病发生的日期就是隔离通知书的第一天 在申请因伤病住院不能工作期间及日数 请依照你隔离通知书上所写的期间来填写 并勾选连续期间 取得薪资或报酬的情况 就依照在上面这段期间 你有没有领薪水来作答 像是你请试驾公司没有给薪水 那你就够 1.我没有取得任何的薪资或报酬 请病假公司给半薪 就选2.取得部分的薪资或报酬 我们可以忽略前面写的住院两个字 因为我们是用COVID-19确诊者的身份来申请 所以居家账户也适用 其他就勾选选项3 接下来给付方式 这个就比较容易啦 其实就是填写你的账户资料 而且请你准备纯则封面的影本 记得要印好一点 清楚可辨识 把它服贴在文件上 填写完之后 就亲笔签名或者是盖章 接下来 投保单位证明栏 这个是由公司的人事单位来帮忙填写并且盖章 那这份文件我们就完成咯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第二份文件 伤病诊断书 以下的文件都可以被视为是伤病诊断书 像是提供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指定 促锁隔离通知书 影本就可以了 如果暂时无法取得隔离通知书 也可以减赴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 检验结果数位证明 我们有另外一支影片来教大家如何申请 以及使用健保快一通 登录之后会有一个PCR检测阳性的截图 记得要截到身份证字号 或其他足以证明你确诊的相关资料 这些都可以视为是伤病诊断书 全部的资料都准备完成之后 记得用挂号的方式寄到 劳保局就可以提出申请咯 如果有不清楚或其他问题 也可以上网查询商病几副Q&A哦 资料来源 劳动部 劳工保险局 感谢劳保局的客服人员 亲切又详细的回答我们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